法庭十二下午針對國會擴懲案 暫時處分 召開準備程序庭 讓兩兆雙方意見陳述 但一開頭黃國昌 只有針對程序問題頗有怨言 要求說明防禦重點 一講就是七分鐘 原先黃國昌想再講下去 但直接被陳判長許宗麗打斷 憲法法庭才繼續進行 大法官游博翔也就反質詢定義 與黃國昌正面交鋒 也不會違反明確行原則 在我看起來是疑問答問 疑問答問就是反質詢 尤博翔要黃國昌清楚說明 反質詢定義 還有總統不去立院 國慶報告會不用人事同意權 給予反制 說打斷你一下 行為來反制總統 總統不來立法院 什麼事也不能幹 不只對國慶報告提出質疑 對於黃國昌沒有正面回應的 反質詢定義 尤博翔最後還不忘提醒 交作業 那是不是黃國昌 你會後針對我問的問題 再用書狀來補充好嗎 對於藍白主張負義失敗 刑政院就要接受這件事 尤博翔也直接挑戰翁曉玲 負義通過之後 刑政院這邊只能夠接受 刑政院是不是應該要去執行一個 他認為違憲的法律 真正義案件都沒有出現之前 不斷地說 違反憲法機關忠誠的義務 侵害這個憲法機關的忠誠 翁曉玲認為法律還沒執行 證院就不遵守 以違反憲法機關忠誠 尤博翔質疑 難道國會比較大嗎 立法院說沒有違憲就沒有違憲了 那是不是我們的憲法裡面 有所謂的國會優位 我沒有說國會優位權 翁曉玲否認有國會優位 尤博翔也質疑 如果照翁曉玲邏輯 違憲審查又該如何進行 那憲法法庭這邊的違憲審查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將置於何地呢 尤博翔質疑對決 翁曉玲黃國昌成為憲法法庭 一大亮點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終了 谢谢观看